泥黄的土水倾泻而下 泥沙瀑布 全砸在了这辆白车车头 上沿水到洗车 白色轿车不断受到泥水冲刷 而且泥水的力道还十分强劲 炸出巨大水花像在做SPA 度过的阿伯看得目瞪喉呆 只是警方联络不上车主 车子只好从白天淋到黑夜 隔很久车主就联络不当 他们一直说车子坏掉怎么办 掉车把它掉走 既可怜它我们要可怜我们自己 白色轿车水刀洗车洗了超过五个小时 影片po网 网友调凯这运气可以牵乐透了 车子应该洗得很干净 简直天然洗车场 也有人心疼车主 又叶子板还有副驾的门 势必得重新烤漆了 隔壁的人跟我讲淹水 我才一出来我吓死都是黄水 其实每年都有一次 台北市内湖路三段一处社区 边坡挡土墙一度不敌雨势 泥水狂贯社区 入住一年的住户 家里成了泥水游泳池 而连日豪雨 市区也出现街头奇景 敦化北路大马路旁 竟然经见一颗超巨型蘑菇 有人群聚围观 网友经问 这一颗应该可以吃很久吧 也有人质疑 这是张椅子或是抱枕装的吧 只是回到现场一看 哇 黑掉了 黑掉了 玛雅它真的是颗货真价实的菇 但怎么瞬间黑掉了 变成了欧菇 有中医师解答 这种菇学名叫做马伯菇 生熟后因为氧化变黑 又叫牛屎菇 它其实是一种罕见的中药材 可以治疗喉咙痛还有失声 民众看到路边巨型菇 由白发黑 以为这菇中毒了 如果是变黑的话 根本看不出来那边是香菇 这看起来蛮恐怖的 就不太像香菇 很像一坨的东西 蛮可爱的 感觉上班经过看到会蛮开心的 磅礴大雨中 泥沙瀑布水刀洗车 大马路边神奇的巨型蘑菇 成了另类奇观 记者杨琪浩 王志恒 台北采访报道 我是张贝兹 播报新闻任务增广见闻 家世 国世 天下世 世事关心 也带你一起 掌握每日时事 与时俱进 所有最新消息 热门话题都在中世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世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 分享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订阅